山徒儿台风的单日降雨量打破基隆78年来的记录,造成基隆新峰街发生严重的山崩意外,中断交通,经过市府整合各个施工单位以及中央地方资源,终于在6号晚间8点通车。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所有协同救灾的各单位施工人员,为市民不眠不休地努力抢通路段。 刚刚施工人员给我们建议,我们在通车以后会分尖锋时间跟非尖锋时间,尖锋时间的话我们还是会用交通管制的方式完全是双向的通车,不过它的车道因为还在施工的关系会稍微比较窄一点,那在非尖锋的时间我们会实施用单线,但是双向都可以通,那双向通我们就用透过管制的方式让双向可以通车。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边施工的时候我们发现,解释一下为什么,上方的土方量很大,将近接近一两万方的土方量,那我们就是要边修坡,要把土方载进去,所以它要有一个施工空间,因为又要兼顾到有一个施工空间,又要兼顾到我们的交通。 在这段救灾期间,市长谢国良,公务处长陈耀川,交通处长王俊宏,后备指挥部,跟警察局等各单位的首长,还有驿警等名利日夜协助。 我们巡守队就当天发生三崩的时候,我们巡守队就立即出动,马上来这边疏导交通,等到驿交大队来协助的时候,我们就撤退了,我们巡守队是可以发挥出这个社区的,协助社区的功能。 还有运船 运船的哦 对啊 哇,这你们太辛苦了 不会啊,不会啦,安全第一啦 对对对,安全第一 看到我们在交管的时候,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啦 因为交通安全第一啦,人命关天啦 透过团结努力,跟时间赛跑救灾,为的就是让市民朋友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黄日生,陈淑平,基隆报导